叶罗莉到底是个啥呀 最近好多粉丝给阿信思信 让我吐槽叶罗莉 在看了一波之后 我只想说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本来我以为疯狂小堂这种 已经天下无敌 没想到居然有动画 比他还有梦 一点进去 这满屏的弹幕 彻底给我整梦了 什么人类世界 精灵世界的设定 这不是和小魔仙一样吗 可我看下去之后 小魔仙的表现 和他别 你这不是在侮辱我吗 因为我看以前有很多博主 对这部动画的剧情 进行过吐槽 今天我们就不谈剧情 首先我很疑惑 这部动画的定位是什么 旋灵前育儿动画 子贡相动画 还是成人相动画 要说是旋灵前动画吧 也不像 没有任何的意志教育内容 那你要说子贡相的话 那我就更不服了 凭什么你这里面的衣服 可以这样穿的 为什么你这里面 还能有CP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角链都来了 这种尺度 家长们是如何接受的 我要是在小时候 愿意去看这部动画 那我都不好意思 说我自己是冲着什么去的 可不敢胡说啊 国产动画行业 可怕就是因为 有这种动画 才一直发展不下去吧 这种东西都能赚钱 那谁还用心 做好的动画作品呢 那你要说是成人相动画吧 但这出自烂造的建模 如此劣质的特效 还有奇奇怪怪的人设 标准的各种主角光环 满口正义友善 恨不得把所有好的东西 往主角团身上搬 反派角色 各个心胸狭窄贪婪 我恨不得让冥王过来 好好教育教育你们 怎么去当反派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这部动画的目标人群 可孩子们的童年 是纯洁美好的 被这种低劣的动画染指 让我觉得难以接受 可能我们的大环境 就是如此吧 无论游戏还是动画 只要能赚钱 那就是好的 就比如最近的羊了个羊 这种游戏能拥有这种热度 我只能说是行业的悲哀